我們來看看小貓的超殺精神 你看這隻貓 為了要拿主人的塑膠棒 牠跳起來的那一瞬間 眼睛本來露出殺人的胸光 但是當牠沒有抓到之後 牠立刻矽精上身 露出了很久 那種感覺只有人類 才會出現眼神 我們再看一次 你看 當時牠要拿的時候 要抓的時候 眼神超殺的 結果後來沒拿到 自然自己知道 很不好意思對不對 但是這種會 裝很不好意思的人才會嘛 狗會嗎 這一段影片 一千三百萬點遇 大家來看一下 小黃狗跟著白貓 結果被發現 馬上立刻 你有看到我嗎 我沒有在跟妳 我沒有在跟蹤妳 我沒有在跟蹤妳 我在抓癢 好 跟 繼續跟 跟小白貓 被發現了 沒有 你現在要抓哪裡 你誤會了 我在這裡剛好只是在抓癢而已 我錄過 你沒看見我 他幹嘛那麼怕牠 不是啊 惠銘 這隻小黃狗 牠為什麼這麼想跟這隻大白貓 我覺得就算了 牠還會學人 捏手捏腳 你看看 對啊 這完全是什麼 王牌大間諜的劇情嗎 痘痘先生的劇情嗎 這隻小白狗 真的是一千三百萬點的力 你看牠捏手捏腳是怎麼回事 是 但是前幾天有一段畫面 也是讓大家覺得 是霸靈嗎 對 怎麼有一隻小黃貓被 小灰貓 大灰貓 大灰貓 抱歉 給阿羅爹 你再看一次 主人說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誰說我不可以 我就是要給牠阿羅爹 來龍去貓是什麼 惠銘解釋一下 原來這隻小橘貓 是主人的朋友 帶來家裡做客的 結果大灰貓覺得 這是我的地盤 你怎麼輕鬆鬆 結果主人怎麼勸解牠 牠都不聽 就是要給牠阿羅爹 所以貓界裡頭也是有霸凌 這個主人一定要出來自止的